眼前的白胡子是一位拥有40年经验的炼金术师 突然前方出现一个神秘人挡住了去路 白胡子见对方买者不善 便出去手套准备应战 只见他双掌击向地面 引发地壳爆裂的同时 几条银色铁毛径直向刀疤脸刺去 被刀疤脸轻松躲过后 白胡子手掌一番 又练出两个锋利无比的飞白 但这些攻击对刀疤脸丝毫没有一丝作用 白胡子健壮 使出旋转飞轮冲击近战 就在两人接触的一刹那 瞬间划伤刀疤脸腿目 就在白胡子自以为胜券在握时 没想到自己的木腿被废 随即跌入冰冷的湖水中 刀疤脸紧随其后 施展霉电之术 彻底终结了白胡子 另一边 爱德华兄弟正准备搭乘火车 赶往首都参加练金术师的考试 火车上 两人遇到了一个探寻长生术的亲国王子 他询问爱德华是否知道贤者之识 因为传说中的长生术 就与贤者之识有关 但爱德华对此却不愿多说什么 这时 几名手持机枪的匪徒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结果刚一转身 就遭到两名面巨人的袭击 几招过后 匪徒就被轻松拿下 而这两名面巨人正是亲国王子的手下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匪徒 而是爱德华 双方立马陷入一番缠斗 弟弟凭借钢铁之躯成功拿下一人 但爱德华就没有那么信任 随后爱德华借助弟弟的钢铁之身 一跃而起 两人在车底继续交诈 一时间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爱德华抓住机会 一掌劈开对方的面具 没想到 竟是个俊俏的妹子 爱德华看傻了 一个不留神 再次被手背炸飞 千军一发之际 修斯中尉及时救下了他 定睛一看 眼前的修斯就变成了人造人恩维 而恩维还有极强的自愈能力 被老准一箭划伤 下一秒伤口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亲国王子看到后 以为这就是长生术 他立刻让手下抓住恩维 自己也赶紧带人追了上去 而爱德华在审问车上的匪徒时 得知他们要劫持列车上的一位军方将领 如果行动失败 就破坏刹车 让列车撞入市中心 眼看列车即将失控 爱德华双手按在轨道上 把终点的轨道推到半空中 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的伤亡 但让爱德华没想到的是 匪徒口中的军方将领 竟是布拉德雷大总统 随后爱德华来到军部会议室 得知刀巴脸一直在暗杀炼金属师 迄今为止 已有18名炼金属师遇害 而爱德华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 说巧不巧 街上闲逛的爱德华 刚好就碰到了刀巴脸 刀巴脸确认爱德华的身份后 一招就干掉了随行的警卫 兄弟俩剑撞撒腿就跑 弟弟随即召唤出十枪毒打 却被刀巴脸一掌劈开 爱德华兄弟被刀巴脸捕在想象里 兄弟俩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随即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没想到仅仅一招 弟弟瞬间就成了一堆废异 接着又抓住爱德华的机械臂 轻轻一捏 爱德华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正当刀巴脸要对爱德华下手时 罗伊上校及时赶到 可当时正下着雨 导致罗伊上校的火焰术无法发挥作用 还好力杀眼几手快 冲上去将罗伊上校半斗 让他避开了刀巴脸攻击 而军方这次为了抓住刀巴脸 更是触动了不少人马 铁拳阿姆斯特少校突然出现 砖块在他的众群下也变成了尖刺 在几人的配合下 刀巴脸的眼睛被击落 棕色的皮肤 血红色的瞳孔 这正是伊修瓦尔族的象征 刀巴脸间自己被众人围堵 只好将手掌压向地面 脚下瞬间分解出一个大洞 从容不迫地逃之夭夭 侥幸捡回一命的爱德华 找到机械师温利 在温利连夜的努力下 一个升级版的机械臂诞生了 回来时再次碰到了清国王子 双方决定合作 达成各自的目标 4日 爱德华兄弟在城内制造动静 吸引刀巴脸 果然刀巴脸很快就找上门 双方一见面就可失恋金属 升级后的机械臂果然厉害 竟和刀巴脸打了个五五拍 然而爱德华实战精力明显不足 被刀巴脸一掌将石柱分解 幸好弟弟及时出手救下他 而这时温利突然出现 当温利见到刀巴脸后 变得异常的激动 原来在13年前 这个国家对伊修瓦尔族发动了战争 并将炼金术师派往战场 而刀巴脸就是那场战争的幸存者 他亲眼目睹了哥哥被炼金术师所杀 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 苏醒后竟残忍地将救治他的医生杀害 而医生正是温利的父母 温利颤抖地捡起地上的枪 对准刀巴脸 就在温利犹豫不决的时候 爱德华快速地向温利跑去 用自己的身体固在了他面前 这一幕也让刀巴脸想起了死去的哥哥 趁着刀巴脸分神之际 弟弟一脚将他踢开 此时的刀巴脸也无心恋战 他选择了离开 弟弟也紧着其后 与此同时 人造人恩维和暴施者 也在不远处的楼顶观战 追捕人造人的清国王子也跟随而来 另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清国王子对上暴施者拉多尼 路过的大总统布拉德雷持刀出现 他无法容忍他国的炼金术师 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 女人舍身护住 可一个照面就被大总统看到 愤怒的清国王子直接冲了上去 虽然清国王子是使刀的行家 然而布拉德雷更是用剑的高手 几个回合下来 清国王子发现自己不是对手 最终在烟雾弹的掩护下得以逃人 另一边逃跑的刀疤脸碰上了拉多尼 他的攻击在拉多尼身上 丝毫起不到作用 一转眼就被他死死压制 正当爱德华准备上前的时候 清国王子从下水道里跳了出来 直接为拉多尼吃了一颗手 趁着拉多尼身体修复之际 爱德华用炼制的钢筋成功困住了他 眼前还剩下刀疤脸还没有解决 正当爱德华兄弟想动手时 刀疤脸却被一个神秘女子损救了 很快 爱德华兄弟就发现了神秘女子的行踪 两人一路尾随 悄悄潜入他们的藏身之处 一个炼金术就要墙地向活过来的 这次爱德华学生命了 与战士打就不要让他近身 炼金术打的刀疤脸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情况不妙 只能再次分解自己逃跑 但他的这个举动正中爱德华下怀 因为弟弟早已在下面攻后多时 可他们还是低估了刀疤脸的实力 因为这次刀疤脸分解的是成功大步 刀疤脸一下就摆脱了爱德华兄弟 就在这时 温利突然出现在门口 趁着刀疤脸分神 爱德华一脚将他踢飞 弟弟一招练金术 直接将他的右手困住 善良的温利并没有报仇 而是选择了宽恕 刀疤脸想起师父的教导和哥哥的人爱 诚心向温利祈求原谅 这时 挣脱束缚的拉多尼 追着亲国王子来到了这里 张开胸前的深渊巨口 直接放大招 被他击中的人将会被吞噬到肚子 然而这一招却无意中将刀疤脸解放出来 正当拉多尼冲向温利时 刀疤竟主动为他挡下了攻击 让爱德华等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可仅仅一会的功夫 刀疤脸就被拉多尼打趴在地 随着恩维的出现 一场混战再次上满 而此时的拉多尼已经杀红了眼 不分敌友直接将三人一起吸进肚子 等三人再次醒来时 发现身处一个无边黑暗的空间 爱德华逼问恩维出口在哪 但恩维却说这里是一个虚无的空间 根本没有出口 爱德华并不相信他的话 随即就动起手来 恩维也不再惯着他 决定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真正的实力 爱德华等人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庞然大物 他们是否能逃脱虚无空间 只能等下一部分小 电影到此结束 喜欢聪哥讲故事的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